我是阿士奇 睡梦中的我听到了绝望的求救声 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受害者已经在案板上奄奄一息 为了拯救他 我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水源 不用客气 我是阿士奇 我有项特殊的技能 即便是晚上睡觉 我的眼睛也会微微的张着 耳朵也会笔直的立着 所以 哪怕有一丝的风吹草豆 也难逃我的发炎 吃啥呢 我是阿士奇 楼下的金毛生了宰 科比的科技怀了孕 甚至楼上的斗牛也谈了恋爱 忠厚老实得财千辈的我 究竟哪里不够好 为什么救我是单身狗 2019年 我一定要脱单 圆我母亲 我是阿士奇 你们要知道 一个肯为你下厨的男人 一定要格外的珍惜 高端的食材 搭配熟练的刀工 堪称完美 但是人无完人 蝉食官的记性不太好 于是 我就去电脑上 替他看看菜单 嗯 嗯 还有加点枸杞 我是阿士奇 我是宠了 蝉食官带来三条鱼 它们有食物 我却没有 它们有水喝 我还是没有 不过 还好有一天蝉食官要出门 我想 我的机会来了 是时候夺回 本该属于我的爱了 老测干你的水 我是阿士奇 今天去奶奶家串门 刚进院子 突然间 就感到有一股 很大的杀气 看来同性相识 并非虚言啊 记载 我劝你回头是 否则我今天 怕是要血染奶家了 还好我输了 真香 我是阿士奇 我想 我可能谈恋爱了 我们跨越了种族相爱 我轻抚着它的后背 温柔地叫着它的名字 终于 我们接吻了 果然 爱情都是 带死了玫瑰 我是阿士奇 自从上次 我协助小偷 给家里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 禅师官不再爱我了 你们体验过孤独吗 体验过独自玩耍 没有人理会吗 体验过在冰冷的地板上 睡觉吗 不 你们不懂 我必须让禅师官 重新接纳我 我是阿士奇 我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 今天家里来了一个朋友 他蒙着脸 想必是有点害羞 他先是摸了摸我的狗头 然后像黑脸为那样 神奇地变出一根火锥肠 他对我可真好 而且我发现他 也有拆架的爱好 于是 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公式 这样看起来 亲手多了 我是阿士奇 今天家里有点反常 空无一人 唯我一狗 于是我 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到处撒花 无人问津 简直不要太爽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来人了 一个陌生的男子 直接锁住了我命运的喉咙 原来是一场梦啊 可是梦里 我为什么会跑得这么爱 原来如此